POP抢千报 那他在会中还发表得奖感言 英主任先来谈谈吧 好 这个奖项得到了 对您来讲 您的这一生有什么特殊意义 对我来讲意义很大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法医师 然后本来是从事死人的解剖 可是我现在开始转换跑道 做活人的验伤 那当初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可是最后是 卫福部颁我这个奖 我觉得这样应该证明 我成功转换跑道成功 而且我做儿女的工作也是成功 从验尸到验伤 而且验伤的部分是专门专注在 这个受虐儿这个部分 那的确可能会救了非常多 处于这个受虐状况的一些孩童 那这个英主任你知道我们台湾 法医真的很少 我们不管男女 我们先前在这个采访过程当中 不管采访杨日松或者是裴启林 法医 或者后续还有几位 就是每一次你看到一个重大起案 后面都会跟着法医 法医的鉴定报告是非常重要的 那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 因为我查阅您的资料 远溯到您当时候读医学院是北医 医学系嘛 从那个时候开始 因为你的个性我们刚刚私下聊 跟我的个性有点像 你向来不相信什么鬼啊 什么闹鬼啊 什么这些事情也很胆子大 你会跟我们讲一下 你在北医读医学系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门重要的课就是解剖嘛 那时候没有宿舍 你们必须在外面租房子 如果我是房东 我知道你可能进住我这边 还要带一个人骨 真的人骨来 每天放在这个住宿里面 宿舍里面 我觉得那我会不会收这个客人 我都会不一定啊 你会讲一下 那时候这个在求学的过程 我们求学过程之中 其实最难过的那一关 应该是解剖学 那通常是二年级的时候 就一定要修 那解剖学除了学习活人 就是死人的尸体 我们要学习他的生理构造 解剖构造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要 也要学习有关于骨头 就是人死完之后变成骨头 骨头那边有什么样的解剖 解剖位置我们全部都要知道 要摸清楚 要摸清楚 要不然考试会不过 因为当时的考试是考跑台 那跑台是非常艰难的 就是变成尸体或骨头 它放在桌子上 那你可能半分钟之内 你就马上写出那个答案 半分钟 对 跑台大概跑多少数量呢 通常大概几十题 几十题啊 几十题 我不是很忘 不是很记得 不过就是 很多就对了 很多就对了 那当时就是要考到 你一看你就知道 那个是什么部位 什么部位的神经血管 什么部位的骨头 你要马上讲出来 那当时因为压力很大 大家都很怕不过 本来医学系念七年 那如果你不过 就变成要念八年 因为我们又有党修的制度 所以大家都很怕 就想尽办法一定要过就对了 七年已经够久 还搞个八年 所以当时刚好有一个 很热心的学长 他就借了一副人骨给我 那其实是当初买的 那借了给我之后 那我当时是想 那这样子 我的解剖学一定会过 而且一定可以 可以考比较好的成绩 可是问题是 我们当时北一是没有宿舍 没有女生宿舍 所以变成我们都要在外面租房子 那租房子的时候 我不可能跟房东说 我要带一副人骨 跟我在一起 我晚上要念 如果我这样讲 我想马上房东就被赶我走 把我赶走 那当时就是 没有跟房东讲 放在床底下 偷偷带进去的 偷偷带进去 那房东晚上睡 我确定他已经睡觉之后 我就把窗帘关起来 要把那个人骨 放在我的书桌上 就开始在念 那因为这样念 所以就变成 其实当时是没有想到害怕 因为当时是不怕那些鬼神 如果我们怕的话 其实解剖学可能就会 很多人 很多医学生就很难过那一关 所以为了要及格的话 其实什么都不怕 就好好去念 那终于就是解剖学过了 那过了之后 我自己也觉得 其实也没有什么很恐怖的事情 那之后就是去到那个毕业之后 我就去高雄医学大学里头 病理科 那进行病理专科医师的训练过程 那训练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要做解剖 可是那解剖叫病理解剖 所以照样是解剖 可是那个是不太一样的角度 那通常我们都是要找出 他为什么会死亡 通常当时病理解剖 就是为了学术研究所做的 那大部分的病人都是 已经医院的医师尽量治疗好 可是后来还是死亡 那当时如果说家属 他还是想知道为什么会死的话 那甚至临床医师他想找出 为什么我们已经那么努力去治疗 他还是会死 那就会申请所谓的学术解剖 那我们病理科医师 就要进行这个死人的解剖 然后找出他的死亡原因 到底是有什么病 那当然我们病理学 就是研究治病的 所以所有的治病 我们都要找出来 然后接着就是跟临床医师讨论说 他这一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可能是可能是医学没有那么进步 没有办法找出来 那可能是他身体的身体已经很病重 那就把那些他致死的原因找出来 那这个是病死 所谓的学术领域就是还是在医院里面的 这后续的一个状况 如果家属有这个要求 那我看你的资料是98年的时候 是台湾第一个女法医 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触媒 让你最后转换到 就是说我后来就从事 可能一般人不太情愿的 而且你还放弃了200万那时候的高薪 然后去从事后来这个法医的工作 当时是因为在病理科 刚好碰到高雄地检署 然后他委托高医病理科 做司法案件的死因鉴定 那当时其实我们法医学没有那么进步 然后也没有所谓的法医病理 这一个次专科的训练 可是大家知道 如果你要很成功的 把这些司法案件做的话 其实唯一的途径就是 你要好好去学那个所谓的法医病理 那刚好那时候也是法务部 有一个出国进修计划 只要你有病理专科医师的话 他就可以送你到国外 受训这个法医病理 所以我当时其实我不会 不会那个司法解剖 可是问题是 我知道我一定要学这个 那时候司法解剖在台湾 数得出来的大概是几个人吧 数得出来大概就是 北部的杨日松 那还有就是法医研究所的方宗明教授 那还有南部的裴麒麟法医师 所以你有没有考虑到 就是说当然那个诱因 那个机会 就是让你的这个学术领域 可以提升 不说到美国洛杉矶 一个受训的机会 很难得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 我是女性 我女性要从这个举家 要可能跟从 那时候结婚了嘛 结婚了 对你考虑到 就我已经结婚了 我要到美国受训 然后受完训回来 我可能真的要清零 这个所谓的解剖台 去进行司法案件的 一个验尸工作 这个人 这个很多人 不要讲说女生了 很多人他们会忘之却步的 那时候你心理建设呢 当时还是不相信 有鬼神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只是单纯科学 我们用科学的方法 去找出死亡原因 而且当时在病理科受训 就是已经做病理解剖 所以我觉得 只是我现在再学一个 叫司法解剖 那就是非自然死亡的 包括他杀意外 还有自杀的案子 那这个 这个在我们医师来讲 其实本身是病理专科医师 可是就像你们大家知道的 外科医师有所谓的 神经外科专科医师 肠胃外科专科医师 那变成 你拿到专科医师之后 其实你要再 再往上进修的话 就是要拿一个次专科医师 那如果我当时想 如果我再去美国学 这个法医病理 就等于我会拿到一个次专科医师 那对于我的病理学习 其实是有帮忙的 好 我们先跟这个 营主任聊到这里 我们先进段广告 我们马上回来 其实在美国的 这个受训的这个经验 等于说学习的这个机会 给他的职场生涯 带来了一个转捩点 后来 当然他 极有贡献 不要讲他这次获奖 在前端 他其实接触过 非常多的这个司法案件 那我们讲说说 证据会说话 其实他去 解剖这些大体的时候 证据 他也会说话 就是把真相摊开来 对于案情的辅助 其实极具关键性的这个力量 我们等一下 或许由他自己 自发性的来谈 几个他接触过的案子 包括 这个对人权的照顾 譬如说有一位 这个被性侵的女性 他已经在解剖台 如果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还在那边进行的话 可能对这个女师 这位不幸遭遇的这位女性 其实是某种程度 不理尽 就是基本的尊重都没有 所以他做了一些变革 一些建议 我们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我们再来谈 尹心灵主任 他的这个解剖生涯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很荣幸 有请当事人 邀请的是台湾第一位女法医 尹心灵 她是现任的高雄医学大学 附设中和纪念医院的 法医病理科的主任 她在今年11月才货班 卫福部所班的第四届 子私带奖 以及特别贡献奖 看过她一生的职场 所做的贡献 实至名归 我跟尹主任 我们刚刚聊到 她去美国去晋升 去学习 其实对她的职场生涯 受益匪浅 后来回来以后 投入实际上的工作 尹主任 像这个 你看到有一些 这种验尸现场的 这个环境 刚刚你给我看了几张照片 说在以前 老古早那个环境 好像根本就是命案 发生现场 上面还有那个 血迹 血字 然后现场好像 感觉像屠宰场 那种感觉 没错 后来这个部分 您有建议翻新了 有 有 我当时去到屏东 屏东地检署 那是我 我第一次被分发的地检署服务 然后当时第一次去验尸 就发现 有问题 有问题是发现一个女师 她是被放在广场那边 准备等我去验尸 广场 对 广场 那您的意识 就是在户外 户外 很多人走来走去 很多人 很多人已经站在那边 那就铺尸在那里 对 围观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奇怪 怎么会这样子 那后来 后来就发现就是 原来他们以前的验尸程序 就是当众 然后在 在那个户外 然后把她衣服剪开 然后进行验尸 在户外验尸啊 对 他们的想法可能说 人反正就死了嘛 对 就这个可太不尊重了 对 我当时看了 其实心里是很难过 我心想 如果我死在这样子 被人在验 我绝对不要 对 我也不要 我也不要 谢谢 所以当时就建议说 可不可以找一个地方 让就像医院的检察室一样 让他们可以死亡之后 进到那个检察室里头验尸 在室内嘛 就室内 对 有一个房间 可以让他们进行验尸 那只有家属可以进来 外面的人是全部不能进来的 而且环境 后来我看流理台 就是一些必须要洗清的 这些现场 感觉非常光亮 非常洁净 那就是必备 那还有就是说 就像我们早期 早年打针嘛 对 那个针头 你用了再打我 我用了再打你 对 然后就是说 只是消毒了一下 后来在这个 你们验尸的过程当中 有那个验尸的 要量尺 对 塑胶尺 也是 这边上一具尸体用过了 用下一个 你这方面拉尺 你后来觉得说 这个也太不干净了 对 后来做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我觉得我进 我进那个法医界 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 会对我的做法是 持那个反对的态度 他觉得这个女人好像都在 来找找事的 对对对 找事的 然后当初进去 他们 我后来听那个 简要官他们对 对对我的印象 他以为又来了一个花瓶 Truplemaker 你又来了 对对对 不是做事情的 可是我进去之后 我相信我改变他们的观念 最主要是第一 我要把那个 屏东市立殡仪馆的 殡仪馆的解剖师 把它整修 变成一个可以解剖 也可以相应的房间 那当时我形容 那个解剖师 其实当时全国 可能只有高雄 是做的最好的 因为裴麒麟 主任法院是在那边 她把它弄得非常好 可是其他地方 实在是非常落后 我可以用一个 清朝的屠宰场 来信用 所以后来我就 征求检察官的建议 我说我应该怎么做 那他们也教我做 那后来就完成 那个解剖师的整修 那变成尸体的解剖 跟项宴都是在 那个解剖师里头进行 那起码我们做到尊重尸体 那第二就是发现 以前的 以前的验尸 因为都一定要量身高 那大家可以 可以想象一个钢尺 我们拉长的量量多少 那都是重复使用 那当时看到这样我就吓一跳 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卫生 所以当时是想到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身高大概一百多嘛 一定要两身高 你基础了 对 所以后来我就清场上 做了一个两百公分的直尺 泡气式的 每个成本三块钱 然后我就很大胆跟检察官说 我觉得不要用那种 我不敢说落后 只能够说不卫生的 那个验伤方法 就变成直尺 那检察官说可以 那后来我们就开始用那个直尺 那当然我在那边 因为先去到美国那么进步的地方 那就变成 我回来之后就开始把美国 他们解剖的一些做法带进来 包括戴口罩 原先没戴口罩 结果尸体 哎呀这个真的是 这个原味啊 那结果 结果当初其实推动要戴口罩 也受到很多的阻力 那甚至被人家骂得很惨 这对你们也来讲是好的吗 对不对 其实在美国是你如果没有穿好隔离衣 没有戴好口罩 那代表你根本没有 你不会保护你自己 所以这个是不及格的 那可是在台湾 因为我们还是要考虑到文化跟风俗 那他是觉得如果法医师戴口罩 代表不尊重尸体 你一定是 我们反而是这个观念 对对 所以变成完全相反 完全相反 对所以当时我说要戴口罩的话 而且不止我戴 我还要求就是进去的人员 包括检察官警察 也给他们戴 因为尸体经过腐败 是会有很多细菌的 然后会感染的 万一这个尸体 假设他有肺结核的话 那我们没有戴口罩 又过来翻的话 那可能就会感染到 对 银儿我问一个外行话 当然家属看到 你来验 假设我女儿的尸体 那我女儿受到这个前面 可能被性侵 不人道的待遇 她往生 她的大体摆在那边 那你过来的时候 我看你怎么戴口罩 你是嫌 我这女儿臭 那实际上我们验尸的时候 尸体会不会有臭味 尸体是一定有臭味 一定是有臭味 对 可是戴口罩 其实也是避免证物污染 证物污染 还有第二个问题 是证物污染 证物污染 对 假设他是一个性侵的案子 然后我没有戴口罩 然后接着我就跟旁边的人说话 我的口水会碰到那个尸体上面 如果在尸体上面踩针 踩到我的口水 那是不是我是凶手 所以你要考虑一些 证物污染的问题 那当然这个牵涉到专业 那之前杨润松 这个法医 他曾经著书了 他也接受访问 就是说他会有失血的感染 就是说经常手上会起一些疹子 或者状况 像你们担不担心这个 或者曾不曾经发生过 我会担心这个 因为这个我们也要考虑当年 早年其实 失毒 早年其实我听我的前辈讲 他们也是解剖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戴手套 就直接做病理解剖 因为他说那时候资源很缺乏 所以这个是不得已的做法 那如果现在是可以买到手套 可以买到口罩的话 可以买到那个隔离衣的话 那我们就不需要用以前那种方法 因为尸体本身其实是有细菌在里面 然后如果你不戴手套 你是会受到感染的 林主任我这样 在您验尸的过程当中 是协助司法办案 就是说您可不可以举两个例子 就是说是透过你们的一个验尸报告 而让真相大白 以至于按这个案情明朗了 我就举那个平克达的命案 是 平克达的命案 平克达的命案 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那当然结合的是司法单位 还有警政一起来破案的 那当时命案发生 我记得我马上去现场 然后见识科他也到现场了 然后见识科都踩证 我就看尸体 那看完之后 那剩下就是要不要进行解剖 那我当时其实我是阻止的 我说不要解剖 财政优先 财政据优先 解剖第二 那因为当时那个环境也是 现场那边其实 其实有点乱 可是问题是 那个灯光也很暗 所以我说那个我们排第二天 等那个证据 现场证据全部收集完 第二天再好好看 那第二天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因为来的人是台北刑事警察局的陈小贵 陈小贵 我看到他我就好开心 李昌玉这个的学生 是吧 是 然后接着我们就慢慢先看尸体 先看尸体 那尸体那边就发觉 原来那个女生乳房那边有一个咬痕 那当时陈小贵就说 那我们马上先踩证 然后拍照 然后踩那个DNA 那其实咬痕就是 你有口水 那口水其实你踩了 那个唾液就可以做DNA 所以当时就踩了 那后来DNA也做出来了 那当然踩证又先 踩证完之后 我才进行我的解剖 那当然进行解剖 我写报告 那当时因为那个案情 其实不是很清楚 那凶手也不知道是谁 只知道一个女生 她在宿舍里头被人家发现 她被人家杀死了 一个她杀的案子 那后来过了几年之后 我再碰到陈小贵 陈小贵跟我说 阴法医 我们抓到凶手了 抓到了 对 然后我说 怎么抓的 她说就是 那个凶手在某一个案子里头 又试案 试案之后 那他们也是帮她做DNA 那结果就发现 他跟当年的品科大的 那个咬痕上面的DNA 是一模一样的 那后来再问那个嫌犯 那嫌犯就说是她做的 所以变成一个案子 如果说你没有一些专业的话 譬如说我刚说 先踩症的话 那你没有那个DNA证据 你事后嫌犯出现 你也没办法判她 就是那非常重要的一个 先后顺序 对对对 然后一个踩症 对踩症 那后续还有一个 计程车司机被弃尸 山野 尸体已经遭这个野狗 啃食殆尽 但是也透过 尹心灵主任 她是从舌骨验出 她是骨折的 那因此判断 生前是疑似 遭到 这个案子后来也破案了 那我们等一下 休息一下 进段狗狗 我们再谈她人生 第二个转折 重大的转折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下期时间十一点四八分二十三秒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 邀请的是 尹心灵主任 她是我们台湾第一位女法医 在十月间 十一月间 获颁这个特殊贡献奖 特别贡献奖 那我们刚聊到她 从在这个北一学习的过程 然后一路到美国进修 那随后投入这个验尸的行列 然后破获了非常多的大案 那英主任 是什么样一个动机动念 让你说 终于有一天 我不再做验死人的这个工作 而我去帮这个活人 尤其是受孽儿去验伤 是什么样的一个转折 因为当法医 我当了十一年的法医 然后解剖超过两千件 像验案子也超过两千件 那当中碰到重大而略致死的 个样心里是很难过的 其实真的想哭 很多 然后看到每个小孩子身上都是伤 可是我当时会想 为什么 难道生前他们的伤没有人看得到吗 难道他们生前没有去医院验伤吗 如果我有机会 我一定要做活人的 活人的验伤 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得到 因为您主任您自己的先生是医师 对 所以非常 而且充分了解您的工作性质 您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所以看到特别有感触 对 所以后来我都 我回到高一之后 接着我就跟医院说 我要做伯恩的验伤 这个叫临床法医学 其实当时在国内还没有 还没有法医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也是第一个 推行这种临床法医学 做儿虐验伤的法医师 原先整合不到这边 对 所以后来就是跟家房中心合作 那但在这个之前 我有去澳洲那边学 因为澳洲它是一个世界级 它是帮世界卫生组织做事情的机构 所以我在里面就学到一些 应该我要知道的 性性儿虐家暴的 有关于那一方面的程序 验尸程序 那接着接着回高一之后 开始做这个儿虐的事情 那当然也很感谢社会局 还有我们的设政医政 还有司法单位 大家一起全部结合起来 大家做一个整合性的验伤 那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分工合作 那小孩子送到医院 我先验伤 确定他是儿虐 那如果是中道儿虐的话 那可能社会局 他还会通报给司法单位 那司法单位警察官 他就会介入 介入之后 他会命令警察去调查 那调查出结果 如果真的是中道儿虐的话 那警察官会起诉 那家房中心也可以 把那小孩子安置 所以就变成 大家都尽自己的本分 把这个事情做好 等于就是说 让他脱离古海 没错 走到一个有希望的道路上去 因为小孩子不会表述 只有靠他的伤势 没错 来这个证明 他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那通常不管是同居男女啊 或是原生父母啊 或是亲戚啊 或是长辈 再不然就是保姆 对 这个小孩子 哇紧急冲到医院抱去 然后就说 不小心跌倒了 怎么的 各式各样的谎言 出炉 那小孩子就是受害者了 他不会说 所以靠着您这样 您可以再跟我们举一两个案例 跟我们讲就是说 靠着您的这个验伤 让哪些小孩子 他终于有个安置 比较好的安置的处所 我们碰到偶尿的案子 其实通常家属 或肆虐者 他都会说意外跌倒 那问题是 我们就会一直问 什么时候受伤的 假设他身上的伤 是黄色的 我看起来遇上是黄色 他说昨天跌倒 我就知道他骗我 为什么 因为黄色的遇伤 是七到九天才会出现的 那假设他 所以我验伤的时候 其实我会用一个色卡 色卡就是给我 你手上有一张 拿给我展示用的 就我看 是感觉上上半端 是一个尺 下面就是色卡了 对 颜色的 颜色卡 那从我的左边是灰黑色的 到右边是红色的 那您刚讲的黄色 大概在中后段 对对 所以用颜色来看得出来 用颜色可以推论 他的受伤时间 同时也是推论 当时他们 比如说保姆婆 父母亲所说的 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设他是黄色 他跟我说是昨天跌倒 我就知道他骗我 骗我有鬼了 对那借他说的事情 其实我都不会相信 那问题是你要证实的话 其实还要多做一样事情 叫现场模拟 现场模拟 其实是请高雄市见识科 和我在一起 然后更依据小朋友的伤 然后模拟当时是发生怎么样的情况 其实就是重建现场 其实就是重建现场 重建现场 就是这个刑事案件的本位了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找出小孩子当时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导致他的伤 那又是当时跟谁在一起 谁造成这个伤 那就变成嫌犯你知道了 然后小孩子的伤事也可以解释了 有类似像女婴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吗 有一个女婴其实她当时是来到医院是婴儿摇晃症 那婴儿摇晃症就是小药科医师 目前是用所谓的虐待性脑伤来诊断 那这种都是一定是虐待所导致的 问题是你要怎么去查 那这时候就变成真的查不出来 就只好启动司法调查 请检察官 因为检察官是有公权力的 然后我们就去现场模拟 那当然也请见识科 检察官他是对现场的重建是非常有经验的 那当然再配合我这个法医师 那大家就把那个现场重建 那当时碰到一个是已为醉酒的父亲 那个婴儿床在那边 他应该是醉酒把那个脚踢到婴儿床 小朋友飞出来 撞到床上然后脸上受伤 可是因为这是我们的怀疑 那你要证实的话就变成要做现场模拟 如果说重建现场 小孩子飞出来之后 因为我们会找一个模拟娃娃 是跟那个当时的小baby年纪差不多的 然后当然那个是洋娃娃 假设他一踢那个床 我觉得那个可以是他一踢那个婴儿床 结果小孩子飞出来撞到墙 撞到墙的伤就跟我验伤的伤是同样位置 一模一样 所以模拟成功 大概就是这个状况 重建现场 其实在我们台湾各个角落里面 有非常多像影心灵主任这样的一些无名英雄 其实他们真的默默做一些真正的功德 我们讲的是善事 那要不是因为他得奖 我可能还不知道有这一号人物 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邀请到影主任来跟我们细说 他的这个特殊的这个职场 以及他工作的内容 还救了非常多这个宋女儿 我希望就是说影主任 在未来还是在您的工作岗位上 然后我们默默祝福你 那您在第一线 也帮我们这些这个儿童们 这个打拼一个未来 谢谢 谢谢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接下来进行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